抨击俄罗斯就是政治正确 土耳其反其道而行 退出北约 停止对俄制裁 土耳其总统候选人抛出重磅炸弹 美国捏了一把汗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严肃军 欢迎收看严肃军论评 今天我们论评的主题是 似乎对西方来说 抨击俄罗斯就是一种政治正确 西方政客都在利用抨击俄罗斯来展示自己的强硬立场 尤其是在俄乌冲突爆发后 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 之前被认为是欧洲唯一能跟普京对话的马克龙 也是在法国总统大选期间高调秀出了对俄罗斯的强硬立场 并且还是对乌克兰提供坦克的第一人 不过 这样一种政治正确 似乎在土耳其并不适用 土耳其总统大选在即 土耳其总统候选人多谷佩林切克 就已经抛出了一剂重磅炸弹 佩林切克放话 如果自己能够当选 那么就会停止对俄罗斯的制裁 不承认当前对俄罗斯的所有制裁措施 除此之外 佩林切克还进一步强调 只要自己上台就会退出北约 尤其是在退出北约的问题上 佩林切克表现得十分坚定 声称北约才是对土耳其构成直接威胁的存在 而被北约视为敌人的俄罗斯 以及开始被北约视为挑战的中国 在大多数土耳其民众眼中才是土耳其真正的朋友 虽然佩林切克所在的祖国党 在土耳其议会中并没有代表 但这也是土耳其一直十分有影响的力量 所以即便佩林切克没有赢得大选 但也足以代表土耳其对俄罗斯和西方的态度 甚至对其他强有力的竞争者而言 为了争取到佩林切克的支持 可能会在这一方面达成一些共识 现在的土耳其跟北约已经是面和心不和 采购S-400防控系统 土耳其其直接就被美国给制裁了 甚至连土耳其定好的F-35战斗机贸易都直接被取消了 欧乌冲突爆发后 土耳其可以说是北约当中为二最冷静的 另一个是匈牙利 在西方全面制裁俄罗斯的时候 土耳其反对制裁俄罗斯 阿尔多安甚至还多次与普京会面 持续扩大与俄罗斯的合作 这都让北约脸色十分难看 而在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的问题上 土耳其一再给北约使半子 就让北约对土耳其更加不满了 所以无论土耳其这次大选谁会胜出 即便土耳其不会真的退出北约 但是土耳其和北约之间的裂痕也是难以修补 这是可以预见的 土耳其反其道而行 开始对北约秀起了强硬立场 这绝对不是在玩花火 在土耳其看来是北约离不开土耳其 而不是土耳其离不开北约 土耳其能跟俄罗斯相处的融洽 能跟中国扩大合作 就充分说明了北约眼中的敌人 并不代表是土耳其的敌人 美国不出售F-16战机给土耳其 土耳其有其他的选择 俄罗斯和中国就很不错 真正无路可退 是咄咄逼人的美国和北约 土耳其发生的这一幕 无疑是让美国捏了一把汗 美国开始意识到给土耳其施压 逼迫土耳其在美国利益面前低头 已经是不可能成功了 美国要是继续威胁土耳其 继续利用F-16战机来拿捏土耳其 最后只会适得去反 所以布林肯也开始强调 应该把升级版的F-16出售给土耳其 不该再继续卡着这边交易 这对北约很重要 好 本期的话题就论评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